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ns学院 本节课咱们继续Android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那么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已经把大众点评的一个数据库 给大家导入了咱们的MyCircle数据库当中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操作这个数据库当中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我们操作之前呢,先给大家看一个截图 那这是咱们在点击左上角选择程式这个位置之后呢 它会给我们出来的一个效果图 那这个效果图它会根据我们右边的一些索引 比如我们有A到Z这24个索引字母 我们分别选中哪个索引字母 它就会把我们以当前索引字母开头的一个程式给我们选中出来 你比如A开头的安阳安庆和安山给我们选中出来 而这些数据呢,都是从我们的服务器当中给我们返回出来的 那我们想要在客户端显示出来这些数据 并且进行归类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得先有服务器把这些数据给我们返回出来才可以 对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处理服务器当中 怎么对这些数据进行返回 OK,那我们在今天的讲解当中呢 我们服务器端,我使用了MyEclipse 这个呢是基于咱们Eclipse基础上针对咱们web项目 还有咱们EE项目的一个支持很强大的一个IDE开发工具 也就是咱们的MyEclipse 那我在这里面呢已经给大家导入了之前写好的一个点评server的一个项目 那在我们这里面是咱们服务器端的一个工程 那这个服务器端的工程呢 咱们分为DAO,DAO,Emplot,以及Entity,ServerLite和Utools这几个包 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咱们城市这个列表当中的数据怎么进行显示出来的 那大家来想一个问题 咱们的数据是不是已经存在于我们的一个数据库当中 对吧 在我们的MyEclipse数据库当中 在我们上级课当中给大家讲解的 这个在我们这个NiveAKit for MySQL当中的点评数据库 城市列表呢都在我们这个City当中 这里面封装了我们服务器端的一些数据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是让我们服务器端的项目 关联住我们的MySQL数据库 对吧 所以我们刚开始呢就在这个SRC下面给大家创建了一个 Configure.Properties 创建一个文件 后准备命名为咱们的Properties 在这里面呢我们配置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驱动 因为我们要连接收据库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MySQL的驱动 这种写法呢是固定死的 就叫做com.mycircle.gdbc.driver 而它是怎么来的呢 你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引入的加包当中 有一个叫做MySQL connector5.1.8 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MySQL里面有一个主包 这个主包叫做com.mycircle.gdbc 用gdbc连接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在我们后续呢有一个类叫做drivers 我们使用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drivers的驱动类 好我们有了这个数据库连接之后呢 还不够 还有一个URL 这个URL呢指向了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库 比如我们后续使用的是gdbc mycircle127.0.0.1 表示我们本地的一个回换地址 因为mycircle数据库默认占用咱们3306的端口 所以我也给它 在我们后续填上我们的一个项目名 并且传入一些字段 使用我们的一个unicode编码 并且定义我们的unicode编码为utf-8 这里面有一些反斜杠 它是使用咱们的一个转译字符进行显示的 并且我指明了一个user和password 都为咱们的一个root 这是我们创建mycircle数据库给的一个超级管理员的一个权限 对吧 好 我们就把这些参数放到我们的configure.properties 有了这个还不够 我们接下来需要干一件什么事呢 来到我们这个实现当中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类 这个类叫做based.org 而在我们based.org当中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 我们针对的URL和user和password呢 我都给声明出来了 这三个参数呢 分别就是配置在我们configure.properties 里面的三个参数 我们的URL呢 如果直接访问到它 咱们还不能拿到当前的一个项目 对吧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进行链接 在我们based.org当中 我们声明了这三个参数 并且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转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根据咱们configure.properties 进行转换成一个resource boundary 这句代码的意思呢 其实就相当于获取咱们的一个资源 配置文件 并且将它转化成一个resource bundle 而这种bundle呢 很像咱们加卧当中学过的那种map类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以文件名configure 转化成的一个resource bundle 就可以调用它的get方法 根据咱们的一个类似于k值 获取它对应的一个value值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配置文件当中的一些参数 进行获取 获取配置文件中的参数 当然这个配置文件是咱们连接 数据库的一个gdpc的一个配置 咱们叫做configure.properties 拿到这些参数之后 我们需要做了一件事 就是加载驱动 我们使用class.forname 把我们的driver扔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载这个当前的驱动 并且呢我们在这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getConnection 这个方法呢我们把它叫做 获取数据库连接的方法 在这里面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new了个inner.getConnection 咱们一会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是干嘛用的 当然大家在咱们之前去了解数据库当中 我们有创建数据库连接 是不是就有关闭当前的数据库连接 对吧 这个方法很重要 就是关闭当前的连接对象 我们的关闭连接一定要进行 因为我们在给当前数据库创建连接的时候 只给了一个15连接的一个默认对象 对吧 而每个数据库的连接呢 其实就相当于耗费我们的一个系统资源 我们在不用的时候呢 都需要对它进行一下关闭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分别返回了一个new 一个inner对象 并且调用它的close以及getConnection 那么我又在这里面写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让这个内部类呢 实现了DAO 这个DAO里面我就封装了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 分别叫做获取连接 以及咱们关闭资源 我们重写了这一个接口 interface DAO的这两个方法之后呢 就对这两个方法进行了一个覆盖 那我们能看到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里面 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DriverManager 根据我们的URL以及user 也就是我们的用户名和password 来读取一下 根据我们URL的一个数据库连接 拿到它的一个连接对象 使用的是咱们DriverManager来获取的 好 关闭的这个close对象当中 我们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RES 其实叫做ResultSight 这个又叫做结果集 我们结果集不为空的时候 把我们结果集关闭掉 并且将我们的结果集制为空 同样是我们circle的一个查询对象 在我们的circle查询对象 不为空的时候也给它关闭 还有咱们的连接对象 也让它不为空的时候关闭 其实就相当于关闭 我们当前的一个资源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based道 也是我们后续要复写的 不管你是用到哪一种数据库 查询哪些 你比如查询商品也好 查询程序也好 你都需要获取当前的数据连接 以及关闭当前的一个资源对象 那所以我们在后续的时候呢 就把它封装成了一个based道 其他的类呢都需要继承自我们的一个based道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 对我们这两个方法都有做处理 好 我们如果操作的是一个程式表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一个city道implement 那在这个程式的接口实现的类当中呢 我们首先让它继承了一个based道 那么它就会拿到我们两个 一个叫做获取链接 一个叫做关闭资源 这两个方法对吧 并且它还实现了一个叫做city道的一个接口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city道里面有哪些 它定义了一个方法 这个抽象方法获取程式列表 那我们实现的这个接口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city道呢 最后来获取一个列表形式 在我们这个get city方法当中呢 我们声明了三个参数 分别是connection对象以及statement对象 还有咱们的一个result site结果集 那在我们这三个参数为什么要声明呢 是因为我们based道当中 如果调用close方法 它要对我们这三个参数进行关闭 因为查询数据库的时候 都需要咱们这三个参数值进行处理 那第一个方法get connection 这个get connect方法 就是我们获取数据库连接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其实就是 获取数据库的连接对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一个statement 它是从我们连接对象当中 调用create statement进行获取的 那么这一行就叫做 执行circle语句的对象 那同样的我在这里面多提一句 statement执行的一些circle语句呢 一般不是咱们的一个预编译句 我们在这里面呢 直接调用get create statement 可以直接执行我们的一个circle语句 而后续的时候如果大家对交易意义有了解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一个叫做 prepare statement 是一个预编译的一个statement 那我们这里面呢就先去实行我们的一个circle语句 那第三个叫做result set 这个又是我们使用到的一个结果集 也就是我们最后拿到的其实就是一个 获取的结果集对象 那它怎么进行获取呢 就是通过我们执行circle语句的这个statement对象 调用execute query的一个方法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对这句circle语句应该不陌生 就是selecting from咱们city这个表 并且根据我们的city short 这个key值进行排序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city这个表当中 我们根据这个city short也就相当于我们从a到z进行一下排序 那么拿到我们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cities这里面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存储最后结果集的一个list集合 把它进行处置化 并且将我们的结果集数据循环的进行处理 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result set 其实里面已经有数据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个数据 存放起来呢 这时候我给大家定义了一个city类 这个类当中定义了id name以及shortkey 其实就是把我们数据库当中的一些数据封装成对象 我们在这里面操作一些对象 每次调用我们结果集的nest的方法 获取下一个结果对象的时候 我们都去创建一个city对象 并且site name site id和site shortkey 我们把这个city对象呢 再加进我们的一个list集合当中 那么大家这些一做完 我们的list集合是不是就存放着一个一个的city对象 对吧 好最后我们不要忘了finally当中呢 关闭我们当前的一个资源对象 我们在这个方法list get city方法当中呢 我们让它返回了当前的一个city 好返回了当前那个city里面放着我们的一个很多数据 那么大家接下来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这些数据呢 其实就是用来客户端请求服务器来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城市列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服务器当中写了一个叫做city serverlight 在这个city serverlight当中 我们将当前服务器的一些数据提供给客户端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里面 除了对我们当前的一个字符编码进行处理之后呢 我们拿到了一个print writer对象 这个print writer对象就可以将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 给它返回成一个接森串 客户端请求服务端的一些内容 服务端一般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接森串 而我们在客户端呢需要解析这个接森串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着怎么去构建这个接森串的一项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拗了一下这个city door implement 就是获取我们服务器端城市信息的一个类的一个对象 那么在我们这个 serverlight当中 调用了这个道顶getcity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city城市 最后其实这句话就相当于 获取服务器关联的数据库中的城市 好 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大家我在这里面定义了一个叫做response object 这是我们封装的一个实体类对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个实体类对象当中封装了哪些字段 有一个provide stream类型的message 还有一个inter类型的state 以及object类型的datus 说一下咱们这个response object 是我们返回的响应信息的一个对象 我们需要把这个对象进行返回 并且在这个对象当中呢 我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字段 就是我们标注的这个inter类型的state 以及object类型的datus 说一下 我会把城市列表信息呢 放在这个datus当中 并且呢我定义一个字段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标记 标记0和1 0呢表示失败 1呢表示成功 后续呢还有三个字段 咱们到后续做到我们数据 进行分页的时候 会给大家带出的 就是你比如你传过来当前的一个印码 并且当前的一个size 或者我们有多少条种数 这都是我们后续需要进行处理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首先我先对这个 response object进行声明之后 咱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拿到的这个ct对象不为空 并且我们当前的一个列表呢 长度大于0 就相当于获取了城市信息之后 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new了一个response object 并且呢我把这个字段 大家来看一下 这有一个构造函数 我呢这个构造函数 就是针对我们上面定义的这个 inter类型的state 以及object类型的datas进行处理的 在这里面呢 我给它指定了当前的state对象 以及datas 那我们就把当前的一个数据 封装成了一个response object对象 并且标记了当前的一个state状态为一 也就相当于正确返回 并且带有数据 这些数据呢 被放在了我们的response object里面 else呢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list的城市信息 没有返回 我们也给它返回这条数据 但是呢 我们这条数据当中 封装的state的状态就给它0 并且 我们里面给的是一个没有城市数据 我们接下来就应该将这个response object对象进行返回 让我们的客户端对这个对象进行处理 好 我们接下来调用了一个gothen builder 这个gothen builder呢 是我们谷歌官方提供的gothen框架当中 定义的一个公共类 这个类呢 可以将我们的一个对象转化成一个jessentrum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自布串类型 我们把这个result对象呢 直接放进我们的tojessent当中 那么我们调用gothen builder对象的create方法 就可以拿到一个gothen对象 并且调用它的一个tojessent 就可以将我们的一个对象转化成一个jessentrum 好 它呢 就给我们直接返回到了一个客户端当中 那么客户端如果做请求的话 它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jessentrum 并且在这个jessentrum当中呢 是封装了我们的一个list集合 以及当前的一个state的状态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先用浏览器的形式给大家测通一下 看看我们能不能启动当前的一个服务器 并且获取到当前的一个城市列表信息 所对应的一个jessentrum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使用浏览器的形式呢 给大家做一个验证 那我们要去验证其实访问的是不是我们的一个city serverlight 对吧 所以我们得先看一下在我们webroot当中的webinfo当中的web.xml 这是针对我们整体的一个web项目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找到这个city serverlight 它会根据我们的一个city serverlight的名称 去找到对应的一个class对象 这个位置呢 正好就是我们项目当中这个city serverlight所在的一个路径 但是呢 我们serverlight的内幕是根据谁来进行找寻的呢 这个是我们serverlight mapping这个标签当中的urlpartner进行找寻的 而这里面我们定义的是一个apicity OK 我们把它来复制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打开一个浏览器 OK 我们有了这个配置信息之后呢 我们就把当前的点评点server进行一下发布 好 那么在发布这个项目当中呢 我使用的是Timecat6.0的一个服务器 我在这里面呢 给大家使用的是6.0的Timecat 来关联发布我们的一个点评server这个项目 OK 我们对它重新发布一下 下面呢 告诉我们当前已经成功发布 OK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Timecat6.0给它启动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consoler当中呢 就会有一系列的验证信息 我们这些验证信息 要保证没有任何错误 当前的服务器就正在开启 在我们的浏览器当中 就可以输入 比如咱们先拿一下 当前的htp 猫号双鞋杠 咱们跟上localhost8080 这是Timecat默认的一个端口号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Timecat的一个服务器的首页面 并且我们跟上点评 -server 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项目 好 来到这个gsp页面 说明我们的项目已经成功发布 并且我们后续跟上的是一个 api-city OK 我们现在请求服务器来获取信息 OK 那么我们输入了这个本地连接 并且进入我们这个点评server 访问我们的api-city 这一块路径的时候 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系列的阶层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个规则 而生成的一个阶层串 那么我们这种不容易看一下 它的一些结构 那我们来到这个在线阶层解析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把它校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封装了state的状态 这个状态为一 表示我们正常返回 同样的这个datas里面 它相当于一个jsonarray 对吧 这里面封装了一个一个的程式信息 那这个程式信息包含了id name和shortkey 那我们这里面是一系列的程式信息 并且在最后呢 我们有一些page size以及count这些字段 但是我们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处理 那么他们使用的就是一个默认字段 OK 现在我们看到了 如果我们的服务器已经给客户端返回了一个jsonr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在客户端当中对这个jsonr进行解析 并且显示在我们的一个列表当中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 把从服务端获取到的一些程式信息 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出来 OK 那我们本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解一下从服务器端获取咱们的一个程式信息 咱们在下一节课当中呢 给大家做一下咱们从服务器端获取到的程式 怎么使用一个列表 并且按照咱们这种索引的一种形式进行显示